杀人犯 干嘛呢 昊玲 你知道为什么警方 没有冲进来对你做强制的行动吗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 希望你放弃这种极端的手段 在理智和极端之间选择理智 在伤害和美好之间选择美好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我已经告诉你了 法律有明文规定 普鲁妻妇女不会被判处死刑 你完全没有必要再极端下去 你为什么不做聪明一点的选择呢 昊玲 现在我们就是希望你走出这个门的时候 选择的是向警方自首 而不是作为一个罪犯出现在警方的面前 否则这一切都很有可能会改变的 你全明白了吧 让我相信 让我相信 法官 好久不见了 最好不见 我的女儿是什么情况 她在协助一名医生做手术 不是还有一个杀人犯吗 官先生 请您冷静一点 我们已经做好了中立的部署 并且也安排好了解救措施 请您放心 官官 这是意外 收起你这一套吗 官山的妈妈 当年就是死在你们医院的岗背上 你的警示就是意外 现在我的女儿 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说是意外 怎么在你这儿全是意外 你让我怎么信任你 请您冷静一点 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 吴医长 陪关总到休息室歇会儿 路都是自己走的 你现在还有机会 有机会重新选择 有机会和女儿一起生活 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享受幸福生活 幸福 幸福 从那个混蛋第一次动手打我那天起 我就知道这辈子 我再也没有幸福 他天天喝醉 天天打我 直到我怀孕之后 他还打我 那天晚上他又喝醉了 回来以后又打我 我实在受不了你 我拿水果刀一刀捅了 他当时拽着我的腿 睁着眼睛看着我 我很害怕 但是我特别开心 你们知道吗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了 再也没有人能打我了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敢于反抗 你丈夫的家庭暴力 说明你是个很勇敢的女人 我非常钦佩勇敢的女人 可是你现在的做法 是让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一步步接近死亡 你自己从一个受害者 变成一个蓄意伤害别人的人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的愚蠢 你刚刚出生的女儿 将会变成一个罪犯的女儿 也许以后她会成为一个 无依无靠的孤儿 因为你的愚蠢 你手里的这个婴儿 也会受到无端的伤害 你想想啊 无数亲人的感情被你践踏 甚至他们的家庭 因为你的愚蠢会破碎 你听我一句 你别再愚蠢下去了 我要见我女儿 那好 用你的行动来舒服我们 让我们相信 只要你放弃伤害 选择向警方自首 你马上就会见到你的女儿 你真的吗 真的 我们以医生的名义 向你保证 我们是医生 医生的名义在我们心里 等同于我们的生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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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走 你走了吗 妈妈爱你 快 准备抢救 快 没事 没事 孩子 我的孩子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谢 应该倒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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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恭喜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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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琳呢 郝琳疯过去了 韩医生正在安排抢救 跟我来 等等 郝琳主动放弃了极端做法 她在把孩子交给我的同时 请我带她向警方表示 她愿意向警方自首 是 院长 韩医生那里还需要人手 去吧 好人生我的病 当然 去吧 去我办公室等吧 好 你们两个在这继续看守 其他的人 说对 是 走 你们两个 别说在这儿 今天观山同学可算过了瘾了 好 好像什么好事 都是事先就给她预备好的 你有点嫉妒 你有点讨厌 司马医生 韩医生 逢合结束 好了 你没事了 好好养着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我们是医生 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对今后更加不应该放弃 从这里出去之后 别忘了对张警官说出你的选择 我要是能早一点认识你 就不会干那么多傻事 现在 完了 不 只要你做出正确选择 一切都还来得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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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琳 告诉我你的选择 我想警方自首 这是你做出的最佳选择 叶院长 他现在还需要治疗 剩下的事情 就你们医院来安排吧 从特务病房 我们也去看看啊 你们两个抓紧休息吧 珍珍 你来这儿干什么 爸爸不放心你 这里是医院 又不是幼儿园 请你不要来妨碍我 可以吗 到办公室坐一坐吧 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